上海真是一個問題,就是那個疫情到現在到今天 似乎我見到新聞都還是幾麻煩,兩萬宗的確診 現在累積都在上海,現在確診的人數都有幾十萬,累積起來 很嚴重,嚴重到現在不是說疫情,而是整個城市的心理防線 因為就算在內地的網站也鋪出不少 那些年輕人自己在做社交平台自說自話 我就來上海打拼,讀書,但疫情過後我永遠都不會回來 因為這幾十天都可以令他們失望 原因是為什麼呢,現在主要都是覺得上海的反應慢了 在疫情出現的時候,差不多遲了十天才做一些嚴厲的措施 現在就搞到現在的上海的情況,還是在接近兩萬的水平 另外基層生活就相當供應不了 這場自己打這場戰爭其實相當難打 過往來講,動態清零,或者是果斷封城呢 它之前的新冠病毒是很有嚴重 現在Omicron就很活該,它傳染得快 但是很輕,還有很多無症狀 還有呢,它作為這個第三年,已經進入了第三年了 如果每個城市說出現了兩三小時,就全部要把這個小區封鎖 或者是連到這個的買食物 這個的所謂的生活用品,都需要排隊 這件事有多難色,你看這些長龍呢 就經常會發生,甚至沒有呢 出現到這個會搶求潮 這個就是人之常理,就是說不要搶救了,都沒有用 這次呢,就輪到死北京 現在西方媒體也是非常有觀望的態度 上海現在呢,依然是陰霾未散 北京可不可以守得住,這個很嚴峻 不過呢,北京呢,就比上海,有一個優勢 就看到上海的教訓,北京不敢怠慢 馬上就進行這個新區的所謂的檢測 主要那個地方呢,就在這個朝陽區 另外十一個不同的行政地區呢 都是進行了這個核酸檢測 全個北京市的十二區,展開三輪核酸的篩閃 這個東西是很快的 還有呢,就是非常之嚴厲 那現在呢,就說 北京是比上海反應更加快,更加缺斷 守不守得住呢?有Omicron呢,跟之前兩年的新冠呢 非常之不同 還有呢,現在的心態 那個城市的心理也都不同了 就是首先不要說,就是這個 國外對這些所謂我們中國式抗疫的這些批評 不要說這件事,但是其實呢 開始是出現這個所謂抗疫疲勞了 因為你每次都是,一有什麼事的話 就不上班啊,不上學啊,不准出小區啊 的確,人同此心,心同此地 你是出現疲勞 會出現某些的所謂的反應 如果出去了這個社交平台裡面呢 會形成一種另外一波的所謂的信息的感染 那現在呢,北京呢 就看到在這個 北角之音呢,訪問了一些 老街坊,就是北京的街坊 北京街坊就說,我們就知道上海發生什麼事 那現在知道呢,上海的基層呢 因為很多政策就失誤了 就是說呢,供應是不上 所以他們受到那個困擾多大 不過呢,你作為北京的老市民呢 就似乎覺得說,我們北京不會有同等的事情出現 就是他的信心,北京呢,可以 會有效去抗抗疫 但是呢,另一方面呢 有些年輕人又會很醒覺 就說,喂,現在就不應該是去搶購物資 但是,沒辦法了 你可能怕究竟 上海的事故 會不會出現了在北京呢 突然間的封城 一開始可能就是 檢測啊,可能比較鬆動一些 可能還有一些 自由的空間 突然間收緊,全部是最嚴謹的封城的話呢 那你就不要出去的 那你靠食物來供應的話呢 上海呢,就有一個非常之 不是很好的經驗 所以呢,就 開始,也是 北京除了一些 所謂的老市民呢 比較是淡定之外呢 其他人呢,都比較出現現實 那最划算呢,就被這個德國媒體呢 就畫了一些 信口流啊,諷刺的東西 找到對戀了 上戀就是北京官員 指揮上海官員 封城 這個是上戀 那下戀什麼呢 下戀就是上海人民 指揮北京人民 团貨 橫批就是以德報怨 總之來說 北京就叫上海封城 但是呢,上海市民呢 就告訴你 就叫你這些北京人呢 喂,看到我來教訓呢 應該盡早呢 就為你的糧食、生活物品呢 做一些準備 這些條件呢 其實呢 就是都 幾傷害性的 那你會覺得呢 就是現在走到這一輪 究竟怎樣搞呢 中國那個抗疫模式 是不是真的不適應 起這個Omicron 這樣的病毒 這個傳染 這個趨勢 這個這樣的形態呢 那麼西方一定是咬死這件事 你動態清零也好 清零也好 你封城也好 或者政策管理也好 都是不合西方那個標準 第一 你是用專制行政的手段 去令大家收取自由 大家圍困在家裡 沒有東西吃 等運到 這件事在西方就絕對不可以發生的 你看到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西方肯定是暗留一片火害的了 因為不出來擲燃燒彈 不出來破壞呢 就根本那個就不是歐洲了 最近就算是歐洲放寬到很緊要呢 就是要避了一些所謂的限制自由呢 都令到很多極端主義呢 就出來呢 是反這個政府 還有呢 開始越來越民粹 可能越來越右翼 開始社會越來越不理性 所以歐洲 寧願看你中國模式怎麼崩潰 為什麼呢 你每次有一件事你都真的封城了 兩件事你就可以繼續 這個叫做 捉人去強檢 只要看這件事 所以呢 這個又回到大概兩年前呢 就是一個步伐了 兩年前三年前呢 就台灣韓國 就似乎那個疫情就不太嚴重 那就是都叫做 挺OK啦 那時候不同武漢 就是最初一段時間 但是武漢因為用了封城來控制了疫情 令到西方很不適境 馬上找一些 叫做 對家的例子 就是完全相反的例子 就說 南韓好像都做的事 都幾好啊 台灣也是啊 他的感染人數很少啊 開始吹這些所謂民主 自由的國家 自由的地區 就是我們的台灣省 他們呢 真的好像就是 都幾有效啊 不用那麼貧運啊 那麼在這個所謂的抗疫模式裡面呢 台灣呢 就染染符呢 覺得自己是休等生 直至到去年呢 開始他們的情況都越來越嚴重 尤其是近期呢 Omicron呢 都更加令到台灣呢 是出現了問題 問題是怎樣呢 那麼 我不在台灣生活啦 我也不知道 也都是看回這個新聞 我最可靠是看回 柯文哲 柯P就是Professor Or 那這位台北市長呢 有一個視頻 就回答這個的諮詢 那有這個議員問這位市長 你怎麼看這個疫情呢 最後來會發展到怎樣呢 那柯P就說 Professor Or就說 最後 最後你去到年底 如果去到年底的話呢 據他估計呢 台灣將會有四百萬人 會確診新冠的這個病症 四百萬是什麼概念呢 如果 用回這個其他國家 其他地區 那個比例來說呢 會有4% 就是中間的四百萬人裡面 就是確診者 會有4% 是重症需要這個醫護的 就不是說在家裡 就是吃藥可以搞定 4%是多少 那些人 4%就是16萬 那16萬呢 就可能需要這個醫護了 同一時間 這個議員再問問 Professor Or 你怎麼看呢 就是死亡人數會怎樣呢 他說如果計算 好像新加坡 0.1% 這樣0.1% 應該是 會是去到這個 4萬 這個就是死亡率的了 你說1% 如果你死亡率裡面來講呢 就會有 大概是1% 那就是4萬 那這個 如果計算4萬來講呢 或者是 這個比例來講呢 那可能 到年底 台灣可能會有4萬人呢 就會因為感染這個 新冠病毒 因為重症 而因此死亡 這個只是一個推測而已 那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非常之嚴重 因為呢 你如果有十幾萬人 要重症 要監獄這個醫護的話呢 台灣的醫療壓力呢 一定是搞不定 還有現在台灣呢 也有很多民怨 民怨又不是來自 說他們不夠食物 現在台灣是去到 差不多是超過5000宗的人 那所以呢 他有最高的那個 預警呢 就可能去到 可能會不會去到 5萬 或者超過5萬 這個數都還沒頂 那這個高峰其實 會維持100天 那這100天裡面呢 就是 幾難癌 因為他有那個 疫苗啊 口罩啊 那方面呢 都不太夠 還有一些所謂議員的質詢 就是 第一年呢 你就不夠口罩 第二年 又不夠疫苗 第三年呢 就說 你那些快速包 那些檢測包 那些很貴 那貴又怎樣呢 幾百台幣 就是幾十元 總之是貴過香港 台灣的人 收入都不是很高 很多低收入的階層 那他們怎麼搞呢 那你政府 會不會做些事情呢 第二 又經常說 喂你筆數啊 經常說買這個疫苗啊 去年來講 好像不清不楚啊 喂 中間有沒有人逃利呢 因為中間他推了那一輪 所謂這個 台灣自己 自己製造的這個疫苗 那很多次就是不清不楚 再加上呢 也有人覺得台灣呢 那個政策上呢 是有些矛盾的 他似乎在推進這個清零 就是說呢 都是幾高度隔離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想著 就是減輕那個感染人數呢 你的那個疫苗壓力很大 但另一方面呢 又很想和這個病毒共存 和這個西方吻合 他最討厭的東西呢 都是蔡英文政府呢 由現在水深火熱之間呢 還在拍這個紀錄片呢 是做什麼呢 不是宣傳抗疫 就是宣傳在台灣 我們是多麼優秀 我們抗疫 多麼有成就 這個自由民主的地方呢 真的表現出不同中國模式的抗疫 那這樣就死火了 你現在就不去搞抗疫 現在去搞宣傳 可能就來做選舉了 那你搞這些工程的話呢 真是害死你們的民眾了 所以和這個上海模式 和這個北京現在的問題 非常之不同 上海就因為 可能它是失去大意 失去時機 北京是嚴陣以待 那也都是上下一心 總的來說 中國都可能有這個抗疫疲勞 可能有這個民怨出現 但是都不及得 現在台灣出現的那個民怨 就是關乎你施政者 那個取態和你的態度 就是你的態度是很有問題 就是全部都是政治性 還有這些錢又不知道去哪裡 就是很多人有質疑 如果更加沒有信心的話 只要台灣真的去到高峰 去到幾萬宗一天 出現很多混亂的話 這個民怨是不可收拾 所以大家關心 北京守不守得住 上海怎樣搞呢 反而另一個非常之 賣身的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台灣又怎樣呢 台灣其實呢 根據他們代地的那些 議政者的那些疏問 和他們的分析 其實呢 真的在等著這個挑戰 好了 又說回另外一個的題目 這個就是最新的一個的民意調查 採訪就是一千人 在中美兩國 就是國取五百五上下 才知道他們呢 又做了一個的民調 這個民調都很重要 第一件事都說到 原來現在呢 不夠四分之的美國人 就是不夠二十五分之的美國人 是對中國是有好感 認為中國是盟友 就是有好國家 大多數 60% 美國人呢 認為中國是敵對的國家 或者是不好的國家 那就是 換言之呢 美國 人 對中國人的好感 非常有限 中國人對美國 怎麼看呢 更重要 80%的中國人呢 認為美國呢 不大友好 只有6% 受訪者呢 相反而見 美國還有四分之的人 認為中國都可以 那 中國絕對沒有 6% 那6% 都很有問題 你現在 就是受美國的制裁 各方面的所謂的壓力 你還不會有6% 認為美國是一個友好國家 這個其實真的 就是都幾奇怪 另外呢 就是 有15% 就是很少數 就是屬於少數 美國呢 認為呢 兩個國家就處於冷戰狀態 大部分 就是5成6個人呢 認為 你不是冷戰 只不過是互相競爭而已 競爭和冷戰 就更級別 就是說 少數人呢 就認為 中美的關係 真的不得開交了 但是依然 多數人呢 相信呢 中美都是一個競爭而已 競爭就叫做良性 美國 如是 中國也只有15% 認為目前發生的 是冷戰 這也屬於少數 都有6成的人 就認為 目前都是競爭 就是未去到 真是 好像美國蘇聯那時代 那個 世不兩難的地步 另外呢 就 講 雙方 國家的人 的信心 有四分一的美國人呢 就認為 如果中美發生這個 真是 消耗戰 無論是 經濟也好 哪方面也好 有四分一的人呢 就覺得會贏的 美國會贏的 美國還是大國 那麼 7% 就是很少數 就覺得中國會贏 但是呢 最主流的意見 整四成的人呢 認為 根本上沒有贏家 你怎麼樣 如果中美磨擦得很深的話 大家都 都是 蒙獸非常大的損失 那麼 中國人怎麼看呢 中國人呢 就是多些 超過 三十六個巴仙 就是近四成呢 就覺得說 如果大家真的要 捏過的話 中國會贏 只有1個巴仙 覺得美國會贏的 當然啦 更加多數 42個巴仙 就說 大家都是相輸的 就是叫做攬炒的 就是 沒有贏的 那麼 看出呢 這些這樣的報告裡面來講 去到這裡為止 你看到呢 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呢 信心和力度呢 是比較強的 因為只要只有1% 1%的中國人呢 覺得來美國會贏 因為如果不如 大家互相是做一個激烈競爭的話 當然了 雙輸是佔大多數的 就是 看得出呢 就是 中國的 民眾呢 信心都挺強 那麼 那麼會不會 中美會 陷入這個軍事化升級呢 如果大家衝突起來 那麼 都有 各有一半人相信 就是現在大家都其實 都挺擔心中美關係的 那麼 只有 就是 三成啊 這個左右呢 雙方面呢 才覺得說 沒事的 大家都可能會 啊 什麼緩和啦 還有三成這樣相信 美國如是 中國如是 那麼這個民調呢 就是 大概一千人的 參加的調查 那麼當然你說 反映 反映他那個的事實 有多少啊 或者你 信還是不信啊 這個呢 就是 你覺得 現在 形勢怎麼走下去了 就是其實呢 老實說 現在這個 中美的關係呢 是似乎 沒有什麼叫做 周旋的 叫做大家緩和的空間 但是美國的話 只會 進一步 將 烏克蘭的模式 就是說 迫你 中國 搞這個 衝突 引發這個 區域的危機 然後呢 運用它和 盟局的 勢力 以這個的民主自由啊 或者是這個叫做 做得高地 來制裁你中國 所以呢 雙方已經是 叫做 打醒精神 是做一些 就是怎麼說呢 是不會 任何鬆嚇的事 所以 未來 我就 國往 很擔心 就是那些民意啦 就是以前來説 國內很多 所謂工資的嘛 就是你可能去到 就是有整 二十多個 可能 認為呢 美國是值得學習 美國值得是 我們是結交朋友 就是現在看這個 新的 報告呢 似乎 並非如是啦 所以呢 都見到 就說 中美的關係 也都是 一去 不復返 中國人 對美國人的印象 也都一去 不復返 工資 尤其是在做工資啊 做這些 所謂叫做 唱好美國人呢 其實聲音呢 就可能 越來越弱 所以 也都是講到呢 要打信息戰 打認知戰爭 來講呢 就開始需要呢 是有些 不同的功夫要做了 因為我們經常講 很多這些 不合理的事啊 或者美國如何如何 做出什麼事 那不是只要說 其實應該要很大的宣傳 和運用的媒體 去講給不同的家庭人去聽 所以這個呢 就是未來的趨勢了